水里乡客家协会向县府文化局争取经费 开办客家文化异曲教学研习班 希望提供乡亲学习也传承客家语文的机会 大家对客家歌谣都有一番的一个兴趣 所以最近呢 鼠会就结合我们总看市共同拟定了一份计划书 像我们南投县文化局这边来争取一笔经费 那今天是客家歌谣的专业课程的开课典礼 所以希望说我们这次的这个专业歌谣的课程 所有的学员都能够很认真的学习 水里课写大概是12堂 那我们这个专业音乐课程是每个协会会有一堂 两个小时的课程 水里乡也是客家重点发展区之一 那我们也是希望透过这个研习活动来推广水里的客家 虽然是第一次来上课 但学员都感到老师实在很专业 大家收获很多 今天我们请到的老师真的非常的专业 他不只是教我们怎么样来唱那个客语的歌 然后他也有教我们怎么用丹田 用我们的丹田发声才不会说伤害我们的喉咙 我觉得这样子是非常有趣 而且我们可以真正的学到东西 那我们乡亲都很热烈 反应非常热烈 希望我们能够把客语继续传承下去 这次的报名比前几次的报名的人数都很多 多很多 那这次我们透过脸书 透过不同的社团 还有各村 像我们郡坑村 上岸村 我们都有联系 所以各村来的人还算不错 然后我各个社团我都有联络 然后邀请到蛮多人的 所以我们很高兴这次非常踊跃 水里香有很多是客家庄 希望除了客家文化艺曲研习班之外 也可以争取更多的课程与活动 来促进客家文化在水里香的深耕传承 记者商千福水里香采访报导 谢谢神福水里香采访报导